所以于将军你以前来自国民党 我早就讲过了 要不要负责 那朱立伦最后会不会下台 朱立伦历年来国民党只要总统败选 主席当天晚上应该就会发表宣言 就是我对这个负责 大概隔天就算不下台 吴敦一推到拖到隔天 也被罗志强啊张思刚啊 这些人就刚刚点了那五个人 为首还有什么林家兴 很难看耶 把中央党部一楼 那个有一个雕像都推倒 就是要逼他下台 所以败选总统没有不下台 但是朱立伦例外 因为朱立伦厉害 朱立伦是唯一被逼下台之后 又重新选上党主席的人 所以他知道他在选前 就把这几个可能会逼他下台的人 都搞定了 赵朝康选副总统啦 你叫我下台 你自己选败你还怪我 对不对你是败选呢 你怪我 自己选不好该该叫 叫我下台 你有没有一点搞错 所以你看赵朝康不讲话 最会放炮的 许小新罗志强 选上立伦他叫什么 选上立伦啦 闭嘴 对不对 然后张诗刚 你也是选不上嘛 我也给你选啦 谁叫你要找杨志良 又不是我叫你找的 对不对 所以你也闭嘴啦 哪个不闭嘴 会开口的人 全部都搞定了 剩下都是那个 开了口没有用 张亚中 请问你总统大选 国民党的 你的角色是什么 没有角色啊 你在那边 手放在后面那边观看啊 所以苏仁出来放炮 那请问国民党 这半年这么努力 侯友一被打的时候 张亚中有出来护航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出来讲话没有用 那肖静言跟田方仁更没有用了 为什么 朱立伦有没有回应过他 没有 不要说朱立伦 连林涛都没有回应 连林涛都没有回应 你就知道杀伤力太小 因为其实朱立伦也清楚了 如果把这两位一开闸 又多了两个李正浩 对那很麻烦 所以国民党学会了忍耐 然后林涛厉害 大家认为林涛是没事去打黄山山吗 故意的 故意的 国民党最可怕的不是 大选的选战 国民党不怕大选的选战 国民党怕内斗 所以林涛只要做一件事 把内斗的火焰弄到党外 由党外的人来打国民党 就凝聚了 有外敌 国民党每次快要分裂的时候 那个日本人就打了 打了他就凝聚了 战身就是和平 真的 如果当时没有打 国民党就完了 国民党最喜欢就是外人来打他 他就凝聚了 当外人都不理他的时候 他内斗才精彩 国共内战不就这样出来的吗 对 所以国民党不能够内斗 一内斗就分裂 所以林涛 林涛虽然是国民党重要的国保 虽然被判55天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前几天还在担心说 糟糕了 这样我们议会会少一个议员 对 那就其他议员说 没关系 他不重要 我想想看 也有道理 对 他付钱就好了 所以林涛是有功的 朱立伦爱死他了 朱立伦爱死他了 如果下次有立委选举 朱立伦一定会配林涛 这个人是 你看蓝白河 有没有林涛的角色 没有他 蓝白河说不定就合了 对不对 这一次你看 朱立伦准备要被打的时候 林涛第一个跳出来 把整个战火 跳到党外 党内所有人闭嘴 那余将军我再问你 我再请教你 侯有余在脸书写了很长的文章 感谢大家 点名了 你看这个赵绍康 然后朱立伦 马英九 你看连那个两岸关系 必须信任习近平的马英九 他都感谢 连赞肖万长 吴伯雄 王金平 金普聪 早了半天我看了两遍 没有韩国瑜 这个 这个我要帮 我很少帮侯有余讲话 我从他开始选举 我都说他不好 这次我要讲他 干得好 干得好 他点名的人都没有位置 都没有位置 没有不分区 没有任何的位置 也没有当选 所以他就感谢他 韩国瑜谁叫你来当不分区第一名 你出来助选哪 是为我侯有余 是为你自己 为你的院长 他学聪明了 侯有余本来就很聪明 他只是嘴巴笨而已 侯有余本来就很聪明 脑筋清楚得很 不然早就被歹徒 砰砰了 你知道他聪明得很 他很清楚 你韩国瑜出来 哪是帮我侯有余的 你这帮你的院长铺陈 你过来当立法院长的 可是选前两个人 不是还很团结吗 你兄弟 怎么一选后 马上就翻脸了 这太现实了 歹徒要抓他之前 他都说尽好话 上靠以后就吃饶饭吧 这不是侯有余的个性 你已经进了我圈套了 你为了没有帮到我 那你也得到院长的位置 侯有余谢谢你干什么 你要来愿意我 你赢了你得了院长的位置 你应该说老侯辛苦了 没有关系 如果有人敢对你怎么样 我一定赴汤倒火 这才叫意气 所以侯有余没有叫韩国瑜来 秀秀他已经很过分了 你还称赞他 他称赞了一些感谢 都是在这次选战没有位置的人 所以侯有余跟韩国瑜之间 你说两个很好 鬼才相信啊 晚间十点尽情锁定 正直到了